我们的这个被困的八名牧民和五百多头牲畜呢 就被困在这个山 阳面现在太阳光灯照射的这一面 但是具体的位置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 过了24个小时 但是他们在 是还有两名70岁以上的老人 这点是让我们稍微有点担心的 现在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 福音县公安局和四名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向这个山中进发 他们进发的主要一个目的呢 是先期后续的这个清雪机械 沿着他们的这条牛羊走的木道 然后不断地向里面清雪 有可能在今天之中厉害 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在直播前最低的这个 现在最新的一个信息 能够向外界做一个传递 这点还是让我们比较放心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等待 我们的这四名警力将在 后续的时间里面 持续关注这场风雪中的救援 长孝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这样 谢谢 谢谢苏萌 你看那一切 你拿起车 吹一下 跑嘛 好 我 对 来 unified 你 把那个雪 终折一下 去 这个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